這個就是整個管理的問題 就你這個市政府 根本就是鬆了 這個生鏽了 整個管理的行政的體制 已經生鏽了 里長們一再的反應 你甩了不甩 我看到那些里長們都認得 像五里長他們在電視上在講 講個證明之後快掉眼淚 他們現在看到 發生這樣的事情 當然很痛心 我給你們檢舉 給你們市政府講了那麼多次 你們理都不理我 這個出來的照片 這還算是比較文雅的 大概你們也怕被罰錢 你去網路上看 他們辦的活動裡面 更不文雅的活動 赤裸裸活動有多少 請問你這個叫做創意嗎 這叫創新 還是叫做色情 還是叫做猥褻 總要有一個規矩 我們是個文明社會 不是真正的所謂的 非洲的大草原 華山草原不是非洲大草原 少來這一套 對不對 這是我們文明社會 文明的社會就有一定的規矩 法律跟道德 還是要發揮作用的 這裡面主管機關 是你台北市政府 你台北市政府在睡覺嗎 你柯平現在 不要再去講別的事 講說文大宿舍 你先管 不過講好你這件事情 在這麼的一個交通要須 因為我特別 因為這以前是我選區 這其實我很熟 我看了這是很痛心的 這是台北市很忠心 很重要的這樣一個地方 要搞成這個樣子 你可不可以再睡覺 這幾年來 從太陽化運動以後 其實有一個傾向 大家討好年輕人 沒有引導 沒有教育 沒有勸告 就縱容 縱容再縱容 就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年輕人這樣子縱容 其實是害了他們 對不對 多少個事情 就在這黑暗中在進行 你如果沒有弄出人命的話 還繼續搞下去 有些年輕人 可是他真的是涉事不深 不是很那個 朋友好奇帶著就去 可能就付大麻 搞什麼東西 就在裡面 都學上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些大人 由於市政府這個主管的單位 你要不要最少去看一看 他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看他照電視拍出來 那種亂象 怎麼可以在一個守善之區 所謂的這種 首都市 怎麼可能有這樣一個情景發生 你市長自己去看過沒有 你別人在跑你的選舉的行程 你有沒有去那個地方看一看 我相信他到現在 大家都沒有去看過 不過剛才這個林委員 可能講到一個重點 他覺得他的年輕支持選票 的來源在這裡 所以他不能夠管 這個華山大草原的秩序 對於他的年輕族群的支持度 是有幫助的 結果縱容的結果 這些活動當中 是不是有一些已經跨越了 法律的界線 最終造成了一個 這樣子恐怖的刑事案件 這中間都沒有因果關係的嗎 當然是這樣 因為我昨天其實 在本節目裡頭有點到 不過我要問我的好朋友玉芳 你2020不選了嗎 我不在乎這個事情 如果你剛才那個論點 我不在乎 剛好在 我不是說你在乎不在乎 剛好在萬華區跟林長佐 就變成一個很明顯的對照 你知道嗎 一個很大對照 我是贊成 我是贊成死刑的 我昨天的論點的重點 在於今天如果 我們把中正分局 或者是中山分局的警員 調到這個區域來 過去半年來 他們會處理這個情況 有什麼不同嗎 我認為不會 我認為你不 如果警方常常在附近巡邏的話 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嗎 我知道 不是這樣 你不能光是責備 這一個管區的警員 他們的態度是取決於 為什麼這個地方叫大草原 為什麼這個承包的 三房東或是二房東叫野青眾 為什麼他們所有的節目的名字 都叫這些東西 這個就是原來市政府都發局 或是甚至市長 他們引導的方向 對的 因為他們在追求的 他們沒錢沒錢 我們可以把司法院無償 借一塊地 然後借到今年六月底 然後辦了這些 地又要還了 這是有目的的 他們就是要追求 年輕人要的東西 就是要多元 就是要有創意 所以這是討好年輕人的大草原 也不是一定是討好 就是這個代表一種 一種風喪 代表這個政府 是跟年輕人增在一起